昨天我们为您独家报道 这是五个从小一块长大好朋友 因为要北上拜拜 不幸在国道上呢 被打瞌睡的货车驾驶给撞成了一死四伤 而其中坐在后座中间的彭承燕 他因为伤势严重 医生说开刀可以保住性命 但是担心会成了植物人 而现在他的妈妈宁愿相信奇迹会出现 不让儿子开刀决定要赌一把 他们的朋友把去年帮他过生的影片po上网 希望大家一起集气 帮助他度过难关 生日拍的近身蛋糕砸成一团 玩得不亦乐乎 寿星就是拍照带点小腼腆的彭承燕 他是担心家庭里的长子 个性成熟稳重 一切以家为重 连女友都不敢交 如今却躺在家户病房 重度昏迷 以前说开刀就会变成植物人 但妈妈相信奇迹会出现 我在很挣扎 我不知道我要给他开刀还是不要开刀 两种都是没有办法救回我的孩子 我那时候整个人崩溃 我要给他勇气 后来他一定会醒来的 重母亲忍痛决定不开刀 为的就是要再看儿子健康好起来 我爱他 我不能没有他 真的我们都很需要他 五个好朋友相约到北部拜拜 却遇上夺命死结 2月13号凌晨 郭道上大货车整辆横过来 直扑车上五人 开车的周星轮当场死亡 坐在副驾驶座的曾俊浩 脑部心脏都重伤 还躺在加护病房 彭遇房脸部重创 粉罪性骨折 彭承燕脑死 昏迷指数只剩6 刘玉杰脸部还被消去以快漏 而肇市的婚姻公司 是知名的连藏交通 像日本311大地震等重大天灾 都会协助募资援助 只是12号才发生司机酒驾 连撞10辆车 两人受伤 才隔一天又有司机疲劳驾驶 造成一死四伤的惨剧 本来会碰到事实要解决 我们没有违避嘛 驾驶这里面有何要监控 像那个失灵公司这样 重伤四人还有两人 未脱离险境 家属只希望宝贝孩子 能够早日康复 记得侯正的主观展 新北市报道